大家好 我是凯文洋 我是温慕妈 你拍吗 我拍 真的要不拍 但是不要惹到 惹到我 我就拍风 网红凯文洋的八语拿骂 常和孙子们一起拍片 活泼可爱的形象 在网络上获得不少粉丝喜爱 热爱证据的她 还曾当过她洋花 头绑黄布条 站上街头反服帽 2022年母亲节 她许下旧样的愿望 我来说 阿姨你要撑 撑到2024年 嫌那个带牵得 我会了 我应该会了 上个月总统大选投票 阿姨虽然咳嗽身体不适 但人坚持出门 要投给赖清德 没想到却突然喘不过气倒下 她在1月13号 投票当天突然休克晕倒 今抢救人成为天上的 其中一颗星星 当下大家都以为 她没投到票 一定会感到可惜 甚至爆气 结果发现竟然还成功 把票放入票轨利 孙女温迪把阿姨的故事 放上社群平台 tag副总统赖清德 我阿姨有说到做到哦 赖清德也随即 引用谢明佑的歌曲 陆来回复 赖清德主持在看到这一则天文以后 其实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感谢阿姨用一生的力量 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的自由与民主 那她非常的敬佩 也感受到接下来她的责任更是重大 也会用一生的力量 继续来去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 我说我也不喜欢离开你们 可是老天人要最好回去 我们没办法 身体痛 阿姨的故事感动不少网友 有网友留言说直接哭出来 我们帮阿姨继续守住台湾 之后台湾就交给我们守护 也有人感谢阿姨要她在天堂继续保护台湾 还有网友分享 自己的阿姨也撑到开票隔天的凌晨12点 似乎看着她最爱的赖总统当选 才甘愿离开 选举这一票一票的背后 都是民主故事的累积 美式警官组合报道